每一次我觉得我能够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就想 What if I lose it? 其实这个框框 我困了自己里面很久 困扰了我整个人生 大家好 欢迎回来Reynolds Family的频道 今天的题目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从小到大都被前扰着 我想了很久 可不可以分享呢? 因为都有一件不对我来说很personal的事 但我越来越大 就发觉其实身边很多人都有 experience过类似的问题 或者有同样的经历 所以我最后都决定想 读一条坐下的Q&A 就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的topic就是 焦虑 anxiety Obviously我不是medical professional 所以我想重点说一句 这条片只是我自己的experience 和我的处理方法 那我从小到大其实都很struggle with anxious feeling 什么都可能想多了的人 生活有什么改变 或者可能upcoming的考试 如果成绩不够好 大过了 考不考多学校 找不忙到工作 有小朋友 能不能给他们 很多东西其实都会令到我 很焦虑到 有时是会想吐 有时是整个背脊 由这里去到这里 都会是很痛 有时的心会跳到 好像会在我的喉咙跳出来 又睡不到 去到physically function不到 我试过为工作 突然有一个panic attack 在火车里 我要立刻跑出火车里 放着柱子 其实我以为我自己会暈倒 因为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但结果其实是一件小事 只是我自己想多了 那我以前以为 oh this is me 没有解决方法 it's just who I am 但是我越来越大 尤其是做了妈妈 我发觉原来有很多方法 在不同的事情 我们自己是可以帮到自己 去overcome anxiousness 当自己开始焦虑的时候 有方法可以自己解决 一些令我们焦虑的问题 所以在这条片子 很想分享我这个 dealing with anxiousness的旅程 很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而最后我都会去问一问Lawrence 他怎么样可以舒缓到一个 经常有焦虑的人 A lot of their worries might be things that happe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but to them it's still very important you never want to seem like this is not important to you you want the person to know that you take this very very seriously and you will do whatever you can to help 我们事不宜遲 开始了 跟以往的Q&A一样 我就在Instagram 放了一个Q&A box 因为我很想明白多些 大家的想法和经历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没有想过 那么多人会 那么详细地去写下他们的经历 express他们的感情 给我 again很多谢大家 对我的信任 我就将这个video 分了五部分 因为其实 anxiousness或者anxiety 起人生 有几个位置 特别容易产生的 我就逐个point 去跟大家谈 part one 就是成绩和成就 那么我觉得任何performance based的东西 可能都会令普通人会有点 哎呀 如果我做得不够好 怎么办呢 哇 很努力很努力 混了书 但是成绩都不是我自己理想的 会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亚洲人尤其是 是会特别想到 如果小学的成分试考得不好 就进不到band one学校 如果我进到band one学校 又进不到我理想的大学 进不到理想大学 我就做不到我理想的工 做不到理想的工 就不会赚到我理想的钱 赚到理想的钱 就不可以provide到我小朋友理想的生活 想到很长远很长远 好像如果我错了一级 就会将我整个人生摧毁了 那我小时候真的会这样想 变成了我们由小小 已经给到自己很大压力 对前途很焦虑 那其实我现在有两个看法 因为我其实之前的一条片都讲过 我是有读写障碍的 真是很努力 但是成绩都不好 所以我很明白 将来我会怎样呢 这个焦虑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这一条片 我现在也有另一个 就是做妈妈的perspective 那我大仔noah 现在四年班 即将会胜中 从做妈妈这个角色 我都更加学多了 如何去cope with anxiousness 当我有焦虑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好像我是在海洋里面 但是我的头是underwater 然后就算我怎样握手 怎样踢脚 那块面 都是看到上面 但是上不了你头 这个就是我的焦虑的感觉 代表什么呢? 我自己觉得 就是被控制不到自己的生活 好像你就算做什么 都是达不到你的目标 You can't swim above 我开始窒息 那其实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 那我现在回头看 我最后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 读到我心仪的大学呢 就是time management 听起来好像阿扯那么容易 但很多时候 例如在学业上 为什么我们会感受到这个 anxiousness 就是因为 觉得很多书要温 很少时间 考试很快到了 接着呢 你就开始会想多了就是 如果考试考得不好 怎么怎么怎么 那第一件事去帮到自己的 就是第一 第一 记住了你将会有的考试 试验 功课 什么都写在calendar里 如果有电话 可以放在电话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写下你的planner里 因为当你physically 可以breakdown到 ok 我两个星期后 有一个试验 如果我每一天 都wonder 一个chapter的话 我会有时间 去wonder 去面对这个考试 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可怕 是manage到的 而对于很多 struggle with anxiety的人 当你觉得一件很可怕的事 其实你自己是manage到的话 立刻会 calm down time management physically写下 visualize 这个是plan 其实真的会很减轻到你的压力 另外一件事 无论你是在读书 或者是在工作 尤其是在home office 我明白 我也是home office 很多时候 身边有很多distraction 然后你本身要做事的时间 就拿出来 我不知道 送电话 包括电视剧 偶尔工作环境真的很重要 eliminate 这些distraction curve 是做功课 是温书 不要把电话放在旁边 如果你真的要用电脑 可能设计一个新的window 是不会有其他tab 使你可以 点击就去看Netflix 点击就去online shopping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 因为很多时候 我自己开始焦虑 是因为我觉得 我应用来做事的时间 我拿出来做其他事情 现在时间就短缺了 所以好像我第一个point time management 真的很重要 不过其实 如果我们说回成绩 因为昨天的q&a box 很多收到 读书的大家 说对自己的成绩 很有焦虑 一开学就开始分不了家 那其实我想 由一个妈妈的角度 跟大家说 我也是这样说 我和finley说 我现在在youtube的工作 我长大的时候 我父母绝对没有找过 会有这些工种 而我现在做父母 可能到他们大了 有的工种 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 所以 成绩不是大了 of course it's important 但是我会很鼓励我两个小朋友 要很努力去do your best 去achieve你想要的东西 have a goal 绝对是要专心上课 绝对是要做齐理的功课 对自己的学业 是要负责任的 但是 不是人人naturally 好academic 例如我有读写障碍 小时候觉得 就算多努力 都好像成绩不够好 好像我父母跟我说 如果你有一个passion的话 pursue it 因为成绩好不是唯一一条 成功之路 另一个好处就是 当你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做得好 你会对自己的自信心更加大 你有一个sense of achievement you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当你自信心越好 可能都会影响你的成绩变得好 I can do it to reinforce the positive mindset 好了 part 2 sear of uncertainty 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这个恐惧可能都困扰很多人 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beer of failure 很害怕如果我失败会是怎样呢 你不知道会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 我们很多时候 我自己就是 什么都想得最坏 因为如果想得最坏 当坏事发生的时候 你已经预料了 so you can't get any worse 但是很多时候 fear of failure 就是会令到你不会尝试 不去踏出第一步 英文有一个saying就是 you miss 100% of the shots you don't take 用我自己做example 当我开始这个youtube channel的时候 我的脑都有一把声说 如果那些人comment一些很不好听的东西 在这条片里会怎样啊 会令到我每一次 拍了一条片之前 我的心会跳得很快 很害怕 但是因为有我家人的support 鼓励我focus on 为什么你会做这一样东西 你想开一个频道是可以大家share 看法 大家support 大家focus on一些positive的东西 instead of thinking what if it fails I think what if it doesn't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就算是fail了那怎么办 你尝试一样东西 然后 it didn't take off 很老套的说句 失败其实是成功的起点 因为在每一个失败上 你都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 而我自己as一个很anxious的人 当我每一次想 如果我失败会怎样 我就会想回 在我以前每一个低的点 我都managed爬起来 大家要记住 we are strong 我们走到这一步 经历了很多东西 经历过低处的时候 都能走出来 那你将来如果真的面对到failure 你要相信自己是能走出来的 那在这个topic 另一样东西 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相同的感受 我从来梦想的东西 我现在有了 我的家庭 我的工作 i love it i love life 但是我开始害怕 如果有一天有些很wild的东西 发生 and i lose everything 会怎样 我很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卡通片 就是Charlie Brown 他就说 i think i'm afraid to be happy because whenever i get too happy something bad always happens 那这一句话其实困扰了我整个人生 每一次 我觉得啊 我achieve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就想 what if i lose it 其实这个框框呢 我困了自己里面很久 也都很令我有时睡不到觉在想 那对于这件事 我很诚实地跟大家说 其实就算现在 在这条video跟大家说 我怎样去帮自己 我到这一刻都有时会被这个想法 令到自己很焦虑 到我睡不到觉 我哭 有panic attack 这个是对我来说最难的一点 因为我控制不到我的将来 其实我觉得焦虑这件事和控制是很有关联的 所以当我每一次有这些想法的时候 我会做我控制到的东西 其中的就是健康 我每一次想 如果我将来有什么病 什么病 我的小朋友怎么办 这个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你控制不到的 你绝对不可以说 你将来会不会有这些病 你只能做到你控制到的东西 我就要吃得健康 减少食 process的东西 做运动 不同的人都会焦虑不同的事 但是从我自己的experience 我只可以说 无论你焦虑的是什么 你focus on做你控制到你做到的东西 其他东西就 leave it to fate 不要想了 因为 there is no point ok 那我们下一个topic就是 社交媒体 这个真的很有争议性 因为obviously as一个content creator 我常常都是在social media 这个space里面 现在的小朋友 很小时已经看youtube or有access to instagram 但童年是对sense of self 找自己的identity 一个很重要的黄金时间 所以小朋友 或者大人都是 长期上网的时候 都跟网上见到的人比较 有时你真的会觉得 我自己都会 人家的生活是这样 为什么我的生活不是这样呢 就会开始有一个 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呢 会很产生到焦虑的 多数的人 就算是正常人 都只是会 将生活的highlight 放上网 但如果我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 去compare to 别人的highlight 觉得我是不是 lacking in something 会令自己很产生 一个self doubt anxiety 那我好希望大家 真的上网在这看片 看照片的时候 可以remind自己 其实我只是看着别人最好的一面 不需要比较太多 那另外一件事 我最近做 which really works 就是把我电话的charter 放在另外一间房 你这样做 就变上你不会 有这样的temptation 准备前 先摸一摸 这样没了两个钟 也会令你睡觉的quality 没有那么好 或者你一起床 不会又在那摸摸摸 看别人怎么怎么怎么 因为当你的脑子 不停有这些干起 你的眼睛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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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会很影响你整天的productivity 当我现在把电话转离我 我没有经常有这样的人 拿起来看一看 我好像每一天都多一两个钟 我也会多花一些quality的时间 和小朋友 或者和配偶 所以我真的很推荐 把你的电话拆在另外一间房 这个方法 好了 那说方法 就来到你part four 就是我多年存起来的经验 学到的精华 跟大家share 第一个tip side就是我朋友教我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 开始有焦虑或者panic attack的时候 就可以试一下这个technic 就是叫做square breathing basically 我可以跟大家做一次 所有东西都是 就是数四下 口气 hold住四下 呼气四下 hold住四下 那你重复重复这样做呢 你是会feel到你的心跳真的减慢下来 这样你可以帮自己self regulate 去一个calm的地方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焦虑的人 同一样 就会常常都睡不着 那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这种人 为什么睡不着呢 就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 或者我们的脑转得太快 我很多时候焦虑的东西就是 you know 我的loved ones 健康有什么问题 或者我的健康有什么问题 就越想越自己的情绪 就很波动 或者有时想想会哭 睡不着 那我就上网看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现在每一次开始 feel到脑转转转转的时候 就用这个technique 100%of the time it works 改变了我整个睡眠问题 那大家可以试一下 听起来有些奇怪的 but bear with me 那首先你就想一个字 任何四至五个letter的字都可以 那例如 happy h-a-p-p-y 那你就每一个字母 就再组成一个字 例如h-hippo 那你一想到这个字 哦 河码 ok 那我就想 in detail 河码是什么颜色 在一个很漂亮的环境 当你想到没什么好想 就move on h-a-p-p-y想到都没睡得着 再用另一个字 再这样 那为什么这东西那么有用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overthinking的时候 会令到自己情绪很波动 但是当你想到 这些对你没什么关联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情绪会慢慢 calm down 你的脑也会静下来 这样就会给到睡眠需要的安静 慢慢你就会发觉自己是 已经入了目中 那最后背到大家的tip 很简单 make sure you're surrounded by people you love 当你很焦虑的时候 其实你会很vulnerable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 当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班人不会想害你 有些什么 怕你都可以跟他们分享 帮你什么 抱一下你 reassure你 make you feel safe 当你在这些环境的时候 我自己起码 是立刻会有些少少 semblance of control ok 我现在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的经历 和coping mechanism 可以帮到大家 那最后part 5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 直到我看到 我Q&A box里面的留言 很多很多很多人就是写 我怎样可以帮身边有焦虑症的人 舒缓他们的焦虑 first of all no one is completely immune to moments of anxiety everyone faces some level of anxiety at some point so this really is applicable to everyone so tip one be there in full capacity be fully present for that special person making sure that you don't have a distraction you're not looking at your phone while someone is talking to you because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is to make them feel even more vulnerable they're reaching out to you and you're basically giving more attention to your screen and to the person that is supposed to mean a lot to you it's also very very important to listen more than to talk allow them to express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are really weighing them down so sometimes it's better to just nod your head and listen and you don't have to say too much sometimes you can just put your arms around them give them a hug embrace them and tell them that everything's going to be okay and other times maybe some choice words would help as well i think ultimately in the situation you never want to seem like this is not important to you you want the person to know that you take this very very seriously and you will do whatever you can to help whether it's something small or whether it's something big i think another thing that you need is maybe more with children but also with your partner and lots of patience a lot of their worries might be things that happe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t might seem like the same thing again and again again it might be quite repetitive to you but to them it's still very important so try to remain patient and again support as much as you can i'm a little bit of a tease so sometimes i will just try and make ladies laugh try and be cheeky and i do think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i think if you can make that person laugh it has a big impact on them last thing i would say eat well and exercise together if someone is feeling down i truly believe that the diet helps them so if you can cook them a nice home cooked whole food meal then that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and then also we do exercise together get outside get some natural light get some fresh air even if it's just a walk holding hands going on a jog together do something outside together that gets the blood pumping and that helps you emotionally as well so yeah those would be my top tips be there the person listen and be patient and eat well and exercise yeah again how多謝大家 一直都跟我go through這個成長的journey 那其實這個焦慮的問題 我很多時候都發生的 很開心 今天終於可以和大家share 如果我的經歷和技術可以幫到你們的 那我也很開心 如果你想share你的experience 或者你有其他tips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水女生 下次見 起來 好 好 самое